醫生下午好是什麼東西 我是醫生嗎 我怎麼想不起來是不是在講我 有點沒辦法gank到 喔喔 是不是因為我把簽名救回來了 寫起來了 我多忘記我當醫生了 他們都比我還清楚我到底在做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還沒有被大家遺忘的冠冠 我們這一集是第幾集 第13吧 1.20第13集 我距離上一次回來已經一萬五千多天了 都不知道過多久了 睡一下睡一下 睡起來 睡一下 來來來 旁邊有怪物 這裡可以嗎 可以 守護睡眠你我有責喔 安德真的很喜歡跟蹤我耶 原味生存也是這樣 我相信呢 有看過紅月那一集的朋友一定都有知道 這個秀探獸 會結合喔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末日之都 全部的動物都要在這邊度過寒冬 然後多生幾隻綿羊吧 不要讓他們無聊 你們 全部卡在這裡也不出來 這樣子可以生小羊嗎 哇賽 那紅月那一集呢有來送我們 其實他不是來就是來惡整我 他一定是來送我借福盒 但他不想要把這個好心跟我講喔 因為他可能覺得太肉麻了 紅月果然是個暖男 我們來做幾個箱子出來 因為我們需要紅月的借福盒喔 等一下好像有人講話 字種米有聽聽 剩下我可能在上面另外 你再烤就烤100分 厲害了老爹 但我都聽護士等 欸不是啊 欸 我的村民咧 我 我我我我我突然想起來耶 我我我我我我我的村民 應該是因為我把門口堵住嗎 應該是紅月可能跑進來的時候 村民跑掉了 上面這隻還在嗎 我上面這隻還在 可是你的夥伴我猜八成是好 你可能 你要自己獨居了喔 沒事 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喔 這是什麼單身狗的宣言 我們做了兩個儲物箱 這樣就可以把這兩個借福盒的東西都換過來 現在正是 剛好是在那個聖誕節的時候 這個箱子呢就是一年一度又變超漂亮的箱子喔 紅月不知道在收集這些物資的時候 會不會想說為什麼要收集這麼多草地 好不好被啟笑喔 那這借福盒呢裡面就可以放我們很多的冰磚了 我們重點就是要帶這個冰磚回去 我們就 開挖吧 上一次挖的還不夠多 欸應該是說上一次有一些挖的都把我來蓋這一棟了 當然也用不多啦 應該是把前面這一棟挖掉就夠了啦 我剛剛講這一棟 我是把它當一個建築了是不是 大家看到那些箱子就知道 我這一集就是在聖誕節前後拍的喔 可是我記得我今天是12月26號了咧 這邊有寫日期嗎 看不到 我以前記得只要超過25號 那些箱子就不會再是聖誕節的箱子了 所以有時候如果聖誕節那一天再忙 隔天可能要改個日期喔 這樣才可以再看到這個箱子的全貌再來錄影 但因為伺服器可能改了也沒用嗎 我是沒有改啦 我是直接上線了 結果發現箱子居然還在 所以很開心 而且我記得好像有人蓋了一個聖誕市集 我們1.20成員的那個DC曲裡面都會有一些公告喔 當然我我我我蠻少在看公告的 我有時候都會累積了一點點之後才一次把它打開來看 像上一次好像他們有聚餐喔 其實聚餐 他們已經報名完了我才看到 我就有點尷尬 那沒關係 我就當作沒有看到 聚餐總是會有機會的喔 我們新人呢就等可能下一次有聚餐的時候有機會我們再去 畢竟我比較晚加入嘛 就像以前我去上班的時候 我剛進去每一個月他們就要去員工旅遊了 當然我也可以報名 但是我因為不是老員工 所以要全額自費要1萬多塊喔 我們就是為了賺錢才進去公司上班的 一進去就先噴1萬多塊這樣怎麼對 所以我也沒去 結果後來因為公司可能沒有什麼賺錢 就一直很少辦員工旅遊 我就到離開之前都沒有去過了 該不會1.20也會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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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會 1.20現在是一個很強的IP喔 絕對會繼續大紅大子下去的 相信1.20會繼續大紅大子的人呢 記得要點個讚喔 沒點讚的話就代表你也相信 只是你不想點讚 怎麼樣都是為大紅大子就對了 這是一個強制罪喔 然後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當然不會只有來挖冰磚這麼簡單喔 因為等一下我要回家 我們過來的時候是三萬格 因為地獄是八分之一的縮影 八三二十四在地獄裡面要走三四千格喔 將近四千格 希望等下在走的時候一路平安喔 這一集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回去了 可以拍快一點嗎 老爹 藍兵 我在一群冰磚之中 突然挖到了藍兵 雖然我們是不需要藍兵沒錯啦 但我對於突然出現的藍兵 我有點驚訝 至少我從外觀看不太出來誰是藍兵 這個放下來也看得出來嗎 我看得出來 欸 也沒有到真的很看得出來 喔這個藍兵欸 原來藍兵在海底下喔 然後我現在要很注意我的稿子喔 我不能讓條我的稿子壞了 這個就是那種已經被冰凍上千年的那種冰喔 那我們這個minecraft呢 它其實有很多的東西是對照現實的嘛 像這個藍兵我相信跟現實應該也有關 我查一下 欸各位我想的沒錯欸 剛剛我不是有說這個藍兵呢 很有可能是被沉擠在下面很久的那種冰 所以才會是藍兵 其實現實好像不是這樣 但是有點類似 他是說在製作這些冰川上面的這種冰山的時候 他在被擠壓的過程中 那個雪中的空氣跑出來 最後形成一種冰晶喔 形成冰晶的時候你遠遠的看 你就會覺得這個冰呢 他是藍色的 你看這些圖片非常的壯觀喔 這個也是有 甚至你一定要去一下的地方吧老爹 所以我們挖到的這個藍兵呢 他應該就是有一些看起來比較藍的那些冰啦 然後我剛剛看到我們紅月上線了喔 紅月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雖然他沒有給我煙火 或是讓我有更快回去的方法 但我本來只能帶身上的空格的藍兵或冰磚回去 現在多了兩盒喔 有空的朋友到他來找我那一集呢 幫我下面留言 紅月真的是個軟男 不要看他平常好像神秘神秘的 欸有神秘嗎 我不知道至少我覺得可能蠻神秘的 但其實他是個體貼的男人喔 太讚了 紅月 哇塞我們那個真的產品了 欸我們也不能挖太多齁 我好像可能還有一些東西 是在我的儲物箱裡面是要帶走的 這些應該夠了啦 兩組然後再加上這些東西 不夠的話就是再回來挖老闆怎麼辦 來該帶的東西要帶回去 這個附魔精兵果帶走吧 應該就這些了啦 我們真的要跟這棟小屋說再見了喔 然後那個村民是有點怨念喔 他怎麼在看著我啊 把你救出來了 還這樣子惡狠狠的盯著我喔 還是我們要給他一些東西 啊他餓了啦 不要去餓到 這些就給你了 你看他餓死了 一直跟我謝謝喔 來來來來多給你一點 多給你一點我們要走了 下一次再相見的時候就是 呃我缺了冰磚的時候 掰掰 這些動物也掰掰喔 我把視野拉遠一點喔 我記得我們附近有一個地獄門咧 想不起來就算了 我們朝著家裡的方向一直走 反正今天我一定要回到家啦 啊忘了跟一個人道別了 沒錯各位 你想的沒錯 就是他們喔 我親愛的小根子 下一次來的時候 你們會長得又高又壯喔 那會變竹子吧老哥 這邊有一個村莊 我記得上的時候我們有來過吧 我想跟他偷一張床 這裡藍色的床 喔這個就是那個小村民 我帶著一張床走 如果遇到危險 我就直接拿下來鋪著 那不知道各位有拿到什麼聖誕禮物嗎 你們如果有收到聖誕禮物呢 可以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喔 這樣子我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以後有要送人家東西的話 尤其是如果收到喜歡的對象的聖誕禮物 OMG 那天晚上做夢都會笑喔 不對 你根本就睡不著了 根本不會做夢 站在高處看一下 欸 那邊也有冰欸 這裡有一個超大的冰山欸 哇賽 這裡是幾個 兩萬七千多 哇賽 以後要拿冰可能不用這麼遠了 這裡就有一個超大的 欸這個冰山 超級壯觀欸 用超級壯觀來形容喔 不是在講你啦 沒穿衣服 我們那個時候過來的時候沒有遇見這一座咧 這才是冰山地形吧 我那個鳥不生蛋的一個小小冰山 希望可以讓我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個地獄門 因為我們身上的黑曜石只有 沒有我根本沒有黑曜石 我剛剛最後一顆根本沒帶出來 而且這個冰山怎麼會長草 這下面是泥土嗎 喔是欸 雨冰也會發霉喔 還其實真的會 喔喔喔那什麼 那個東西是什麼 這絕對不是 是天然的吧 這怎麼可能是天然的 蛤 哇賽各位 這是一個天然的 超級巨型地獄門欸 哇賽 我很震驚欸 還是下面有什麼遺跡 這有什麼 超多食物的啦 老哥現在是用超級震驚來形容喔 我先 這裡 有什麼東西嗎 我剛剛以為這是 就是可能像紅月跑來這邊 然後順便蓋了一個東西之類的 沒有 好啊 我就把這個地獄門復活 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野生地獄門 你們有見過嗎 有見過的人 有見過就有見過 我今天一定要把這個復活 而且這個旁邊剛好就是冰山地形喔 這個超方便的啦 這裡 可以嗎 差一個 再補這一顆 之後我們就可以點燃了 哇賽 哇賽 各位你看 你敢信 當然你說你自己蓋 你可能真的可以簡單蓋出這麼大的 但這野生的 這個紫色的光 我相信很遠的人 大家都看得到這個紫色的強光地獄門 太扯了 太扯了 這張床就放在這裡了 有幸運的人來這邊 你就自己去睡床吧 自己去睡床 快哥要走了 進來一定是好訓發生喔 不要讓我失散喔 哇賽 進來這邊是堡壘 我把這個外面加一層冰磚 並且在這邊弄一個很高的一個冰磚塔 讓很遠 要想要來我們冰磚那邊挖冰磚的人呢 都可以看得到 來 這樣子 OK 這一定看得到喔 絕對不會有人看不到這個的 哇賽哇賽哇賽 命中了 哇賽我第一次來到地獄堡壘喔 是走這裡嗎 是 就走這裡 沒走一格就快八格喔 老哥你的Shift要按好喔 你這時候如果沒按好掉下去 萬劫不復喔 我可能從此退出1.20喔 然後我現在都看到這種 一望無盡的岩漿湖 我真的是 這岩漿海了吧 這根本就不是岩漿湖喔 下面還有人在走喔 我們應該是不用走到 就是很我們家的地方 因為像我們上次普渡的地方 那些地方應該都蠻近的 我們只要能抵達那些地方了 其實就等於回到家了 然後我不會還沒回到家之前 我就把我的冰磚鋪完了 然後我就要再來挖一次 哇賽哇賽不要喔 你看不到我喔 那個岩漿擋住了你的視線喔 你不要跟我講 你這樣看得到我在鋪喔 他聽到他聽到他聽到 是我講太大聲了 是我的錯 但遇到一個堡壘 各位我跟你們老實認證說我 我突然寧願去走現實世界喔 我還不會那麼緊張喔 這邊又要怕掉下去 路又難走 然後有時候是完全的一個死路 又不想用挖的 然後繞了一大圈 又不知道怎麼出去 然後我的冰磚快要鋪到沒了喔 也沒有沒了 就是還有這兩盒 本來多袋的都用在這裡了 喔 說不定我可以解 欸 有地獄門 這裡就是有人來過了 好先出去先出去 誰家 指空間氣泡 什麼東西這幹嘛 利用地獄在主世界旅行至7公里外 喔 超過7公里了 超過了超過了 這誰家哈 欸 不知道欸 哇賽 這裡有個金磚的金磚遺跡 進來看一下 裡面還有一個浴水 厲害喔 這個很酷欸 真的很酷 喔這裡是 欸 這是偏頭家啊 我對這個裝置有印象欸 就是那個弓箭手一直在那邊設 這是偏頭家啦 上一次我們來造訪偏頭家之後 他還有送我們一些東西喔 這隻去地獄呢 雖然我沒有辦法帶太多東西給你 但路過 感謝你的地獄門 我們要為他做一點事情 那個 喔喔 駱駝蛋又來了 駱駝的蛋 這邊有 跳躍跳躍 哇好舒服 一直跳一直爽喔 駱駝 一直掉也一直爽喔 來我們身上有什麼東西 可以送給偏頭的 好還真的沒有喔 我們直接離開 不然藍兵啦 到此一友 我們坐在前面這個 這邊有一個愛心喔 這個愛心 哇塞還是用鑽石做的 而且還有一隻駱駝 守護在這裡 愛駱駝 喔 好 就在旁邊好了 希望他不要介意喔 如果介意的話 你就自行拆掉 OKOK 做好了喔 這樣子 愛罐罐喔 他應該看得懂這個字啦 喔那邊怎麼多凸一個 珍貴的藍兵喔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吧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是成功了 從我們那個冰山地走回來了 走超遠 我大概走了40分鐘有了吧 然後我們藉由偏頭的地獄門呢 哇 海泥根也入鏡了 我們藉由偏頭的地獄門 終於成功回來現實世界 我這邊離我家蠻近的 我就慢慢走回去就好 那至於要來做什麼呢 之後就知道了 先不跟各位講 讓各位發揮想像力 近期的去拆喔 最後我只想說 片頭 真的很實相 你竟然這麼喜歡我 那至於最後要做發展吧 喜歡的朋友喜歡的朋友 分享看 片頭既然愛罐罐的朋友 下次再見了 掰掰 海泥根見者有份喔 送海泥根一雙藍色的鞋子 收音嗎 那個 好